这是枫园与香绣树的首次见面 只见香绣树身负重伤 脸上还戴着诡异的面具 枫园差点将它误人成宇宙人就地枪杀 这究竟发生了什么 竟然香绣树变得如此狼狈呢 就在数小时前 杰克拿着研发的怪兽球从光之国出发 准备将它送去给不能辨识的赛文奥特曼 谁曾想到半路间遭到双面怪兽阿修罗的袭击 阿修罗此番前来的目的正是为了抢夺怪兽球 两人就此打了起来 几番交手下来 阿修罗也没能得逞 于是他释放黑暗面具封住了杰克的嘴 为了人类和地球的安危 杰克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他带着受伤的身体火速朝地球飞去 与此同时 正在巡逻的凤猿发现昏迷的香绣树 这也是凤猿第一次见到香绣树 就差点没把他当成宇宙人一枪给崩了 好在队友及时劝阻 香才保住了性命 两人决定先将受伤的香带回基地养伤再询问情况 就在这时 双面怪阿修罗出现在城市的上方 为了缓解尴尬 阿修罗口吐火焰搞起了破坏 麦克对全员拔枪射击都没伤到他一根好吗 与此同时 香绣树一苏醒过来 看到正在作战的助心团 他才意识到自己差点耽误了大事 随后想立马骑着摩托车来到自己昏迷的地方 此时的怪兽球正被一群小孩当做玩具踢来踢去 香一番解释过后成功拿回了怪兽球 紧接着他来到战场将怪兽球扔给了助心团 下一秒 赛文家被召唤了出来 阿修罗压根就不把赛文家放在眼里 但几番交手下来 赛文家用自身的实力将阿修罗打得屁股尿流 任凭阿修罗怎么攻击 赛文家都能成功低档 就在赛文家准备彻底终结阿修罗之际 脚下突然爆炸四起 赛文家又变回了怪兽球的模样 赛文家的战斗力只能维持一分钟 时间一到 能量就会耗尽变回怪兽球 此时被打击的阿修罗将怒火对准了地面的三奥 就在他准备进攻之际 他通过特殊技能发现眼前的这三个人 竟然没一个是正常的 这可把阿修罗吓了一大跳 遮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阿修罗只好投离了战场 经此一事 风源也得知了香秀术的真实身份 好在当初没下杀手 不然要经历吉普车特训了 随后猪星团用奥特念力将香秀术的面罩解开 到了晚上 阿修罗再次入侵地球 就连麦克队的基地都遭到摧毁 猪星团立马派手下前去应战 面对阿修罗这般嚣张 年强气盛的风源哪里忍得下只口气 他决定给阿修罗一点教训 随后风源变身雷欧奥特曼先生 阿修罗嚣张这集 根本不把雷欧放在眼里 他并借自己的优势将雷欧料翻在地 而香秀术和猪星团都应受伤 此时想立马变身杰克奥特曼前去支援雷欧 随着越圈时的靠近 地球越逐渐陷入黑暗之中 两二联手奋力抵抗阿修罗 纵使阿修罗再厉害 他也双拳难敌刺手 等到月光全部被吞噬后 两二趁机使出组合技能 翻腾交叉轮流攻击阿修罗 阿修罗终究没能扛出两二的连环攻击 在一身爆炸中被彻底中击